摩洛哥馬拉克十被旅遊網站Trip Advisor 選為Traveler's Choice Destination 2015第一位 令本來已經多人的古城更加隻手可熱 想了解一下這個城市魅力何在 不如試下由這四個詞語入手吧 馬拉克十老城已經有近千年歷史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由於城內有不少景點、酒店、店舖 是絕大部份遊客到部後第一個目的地 老城的面積和油尖旺區差不多 住了近30萬居民 加上大量遊客湧入 這裡隨時還逼過旺角 下午廣場開始聚集擺攤和賣藝的人 路過想舉機拍照? 想想先想 要收錢的 另一邊的食檔就親民得多了 Riyadh是客人家 Riyadh的本義來自阿拉伯語花園一池 所指的是花園洋房 不少由豪宅改建成的Riyadh 豪華德尼又有摩洛哥色彩 據估計老城裏面有超過1200間Riyadh 來自意大利的藝術家Tina 自從2005年一次來旅行之後 就愛上了這個城市 從此決定在這裡定居 透過Riyadh 和訪客分享生活 城裏面有超過10個市集散布在不同角落 以前有專門賣皮、專門賣地毯的市集 但是現在 多了看準做遊客生意的手信店 夾集在市集裡面 分類已經不明顯了 框市集其實挺累的 又要認路 又要找心頭號 還要討價還價 不過幸好 這裡的老闆都比較易話為 地毯、皮革等等商品 殺一半價錢都不算難 不過如果說首飾 或者吐氣的話 就要看你壓力了 Tajin 其實是一個圓錐形沙煲的名字 是當地人利用泥土造成的主食工具 將雞、牛、羊等等肉食 或者其他蔬菜 加上配料和調味料 在鍋中燜燉就可以了 這間餐廳 是由一座16世紀豪宅改建而成 因為店主娶了一位日本籍太太 店裡的食物少了過多的香料味 而多了一陣東方的味道 好像一道Chicken Tajin 就加入了橙皮一起煮 令到雞肉多了過香 醒胃又好吃 Medina Riyadh Soup Tajin 這四個字 其實代表了在馬拉克十的衣食住行 認識了這四個字 對這個城市有沒有認識多了?